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这里还有着4公里连续爬升500米的干海死特大桥 10公里长的大箱里泥巴山隧道 以及全球首创小半斤的720度双螺旋隧道 10号桥墩更是有着亚洲第一高墩支撑 这么一来也使得高速公路成本提了上去 亚西高速建设工期为5年 2007年开始动工 直至2012年才建设完成 建成之后的公路耗资高达206亿元 每公里造价近8600万元 与此同时 为了提高整个路段安全性 还特意为它设置6个避险车道 但这条公路侦然需要大家小心又小心的驾驶 亚西高速公车后 以前至少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 托乌山路段翻越 变成了十多分钟的托乌山穿越之旅 而且沿途的美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你想不想去看看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